把棉绳从这个孔里穿进去 再把包条从这个通道里穿进去 用包条把棉绳包起来 这样就可以包绳子了 我们还可以一次性四合一 来做这种包绳的工艺 到转角的地方打得高也 做被套 枕套 挂面箱绳子工艺 都可以不用先把绳子包好 然后再拼盘 四合一依次完成 做好之后 正反面不会露线 绳子粗细均匀 门筋拉链箱滚条的工艺 也可以用拉链放上面条子在下面 做棉服与绳服拉链箱条子都可以用 一次性做好 不会击孔做起来平平整整 安装简单 两个螺丝固定在机器上就可以了